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加入十月十四號 星期六的中視新聞全球報導 這是由愛生恨嗎 在新北市永和有一名 成姓男子 他不滿被女友提分手 竟然尾隨對方 結果看到前女友跟前夫共處一室 他氣得拿出欲藏的刀蟹歸舞 砍傷他前夫的手臂 女子趕緊奪門而出 而嫌犯則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持刀在大街上狂追嚇壞民眾 女子用百米速度狂奔 還不時回同省望 後方男子緊追不捨 揮舞手上的長刀 坐視砍人 馬路上演你追我跑的戲碼 嚇壞附近民眾 我是看到那女人崩腳跑 然後就是臉很驚慌 我怕我朋友被砍到 叫她趕快上車 嫌犯持十幾公分的刀 就在大馬路上追逐女子 就職因為不滿剛分手 兩天的前女友跟前夫共處一室 竟促進打發 街頭追砍案發生在十三號上午 新北市永和新生路上 嫌犯不滿嫌犯女子跟她分手 認為是她前夫從中作梗 又看到兩人獨處 欺了拿出獄藏的刀鞋 要攻擊她時 不慎畫上她前夫的右手臂 嫌犯奪門而出 一路逃了兩百多公尺 前男友最後追不到人 搭乘計程車往桃園方向逃逸 警方目前已查起車牌 鎖定嫌犯身份 只因為促瞳打翻 就失控遲到追砍 恐怕這段感情再也回不去 記者 葉偉林多宜萱 新北市報導 在彰化有一名五十二歲的男子 他酒後跑到鹿港的一間 鍋燒液面店 大肆搞破壞 不但砸毀物品 嚇跑客源 還翻桌翻到連自己都摔倒 這瘋狂的行徑 並全被店內監視器給拍下 而警方調查原來這名男子 跟老闆的姐姐有財務糾紛 而他不是欠錢的人 而是他欠人家一百萬元 現在耍狠 砸店 店家不排除 提告回省 體型壯壽的男子 在麵店作者竟不是要用餐 而是來砸店 他揮手把桌面物品全打落在地 其他兩名客人被殺到麵都還沒吃 就趕快逃離 沒想到男子居然還變本加厲 他一把翻桌卻摔倒 一屁股跌坐在地 惱羞成怒之下 更把鍋燒一面全打翻 甚至加碼摔影 店家無奈開店做生意 卻遇上不速之客 事發在彰化鹿港 鍋燒一面店墻壁及拉門 都還有被潑灑留下的番茄汁污漬 警方調查原來男子與老闆的姐姐 有財務糾紛 他積欠郭姓老闆的姐姐債務 喝醉酒的情況下 到他們的店裡面去理論 不說還以為男子是催債套簽 才砸店 沒想到他自己才是欠錢的人 欠老闆姐姐一百萬元 欠錢竟如此囂張 店家也不是省油的燈 不排除將對男子提告回損 在臺中有一名男子酒後遭到鄰居 指控半夜亂丟酒瓶砸毀車頂 沒想到他在鄰居去警局報案時 也跟上去 還藉故說找不到車 持續打斷對方做筆錄 而因此被警方上銬管束 但是他卻反過來指控原警執法過當 說他四肢上銬 害他不能上廁所尿褲子 而警方公開派出所的監視器 以畫面鐵證打臉 白衣男子深夜十二點一臉醉醺醺 走進警局劈頭就胡言亂語 男子胡扯一堆打亂原警跟民眾做筆錄 當場被上銬管束 沒想到他還是不安分 抓腳翹腳屁股扭來扭去 緊接著竟用腳不停勾動原警辦公桌 一鬧到天亮 但他酒醒後反過來指控警方執法過當 上銬四肢不給上廁所害他尿褲子 警方公布監視器打臉 稱男子語氣輕蔑 不肯離去又不停勸導 怕他亂灰受傷才會對他實施管束 而男子會鬧上警局 男子鄰居指控半夜有人從十五樓 亂丟酒瓶砸毀他的車輛 他因此上警局做筆錄 沒想到男子也跟來還鬧個不停 男子堅持遠景沒照程序來 執法又疏失 警方則公布監視器 還原經過 記者綜合報導 台南高鐵站的手扶梯發生意外 一對老夫妻帶著兩個行李 從二樓搭手扶梯下樓 結果老夫人推著行李 疑似踏出的第一階就踩空 導致他整個人倒栽蔥翻滾墜落 行李箱也跟著往下倒 最後頭下腳上卡在階梯底 痛得他哀嚎慘叫 全身也多處擦措傷 夫人摔下手扶梯痛得哀哀叫 兩隻腳在上面頭卻在下面 翻滾好幾圈 嚇得他狂念佛號 這名婦人慘摔 恐怕全身都擦錯傷 意識之間根本爬不起來 他跟先生搭高鐵回台南 拖著兩個行李箱 從手扶梯下樓 結果第一腳就踩空 摔下去連續翻滾好幾圈 最後頭下腳上摔到栽蔥 才停下來 高鐵站內發生摔梯意外 老夫人疑似拿著行李 沒看清楚就踩空 人跟行李箱一起往下摔 嚇得大家當場尖叫 雖然有人幫忙按下緊急停止鈕 卻也來不及 高鐵站手扶梯又高又陡 更何況是推著大行李 視線全被擋光光 一個不穩就發生危險 提醒旅客還是搭電梯 才比較安全 接著來關章葉振宇 林智慧 台南報導 台南有一所國小舉辦戶外教學 學同搭遊覽車到新北市 卻被民眾直擊 遊覽車搶快 集體跨越雙黃線逆向行駛 而這時正面剛好有車要過去 進退兩難 結果是墮退路 再跨一次雙黃線 開回原本的車道 而整個過程被行車記錄器 拍下潑網 網友大罵 整車的學童生命交給你 你還敢逆向行駛 車輛行駛兩線到馬路 剛過路口緊急煞車 因為正前方一輛藍色遊覽車 搶快操車逆向行駛 把路完全堵死 根本不能走 遊覽車司機似乎也知道理虧 想倒車 但進退兩難 這才發現原來後方還有另一輛 遊覽車也是逆向行駛 好不容易兩輛車找到空檔的推路 違規再跨越一次雙黃線 緊急開回原本車道 過程中附加駛座 導遊 小姐 也淡定 喝飲料 而這起離譜逆向行駛 發生在新北市和台北交界處 遊覽車隊是談談某國小戶外教學 在孩子面前做了最壞示範 駕駛把影片PO上網 校方才接獲通知 吵傻眼 底下網友留言也很不留情 說這是成群結隊的逆向嗎 職業駕駛應該加重處罰 整車的生命都交給你了 違規從小開始教育嗎 實際來到旅行社 業者低調不回應 校方根據契約裁罰 也通報教育局 將旅行社列為黑名單 而逆向行駛依照交通法規 可以裁罰600到1800元 只是再看看這逆向行駛畫面 如果車輛來不及下車 正面對撞 車上又滿載學童 後果嚴重 記者在觀賞 王書宏 台南報導 有民眾到陽明山的馬槽 泡裸湯溫泉 卻看到不明的空拍機出沒 疑似偷拍女湯 被害人趕緊告知店家 但沒想到對方的態度超消極 業者事後則喊冤說 有聯繫派出所 但是已經找不到拍攝者 而律師表示 如果業者放任他們被拍 顧客可以提高 陽明山馬槽知名溫泉 設立露天裸湯 遊客可以仰望山頸 盡情放鬆 但現在卻爆出空拍機入侵 泡湯民眾全都錄 想起遭偷拍經歷 不只很害怕 還相當氣憤 只是被害人K小姐 跟D加反應後 卻認為業者態度小極 櫃台的反應讓我們很傻意 他好像很急隱為常 然後淡淡地回覆我說 我們已經有跟派出所 通報這個事情 但是好像很無奈 就是他們就一直來 會計他直接打電話給派出所 那他沒有幫助我們 員工也有出去看 但是我們就沒有看到 他講的那個聲音之類的 由於事發地點就是國家公園 沒申請本來就不能飛空拍機 店家說有報警 但事後卻不了了之 只是警方卻回應 確實有接獲報案 但那是四年前的事 業者跟警方互踢皮球 而律師表示如果用空拍器 拍攝他人私人部位 是可以構成妨害祕密罪 最終可以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果民眾有提告 警方就應該受理 溫泉業者也有責任 如果放任空拍機不去處理 可能會構成違約 侵害客人的身體權 要對客人來負民事的賠償責任 科技日新約議 空拍機犯罪如何防犯 除了無人機干擾槍外 還能使用全性向天線 就如同打開隱形的防護罩 立即形成一個有效距離達三百五十公尺的電波防護網 能阻止空拍機進入防護區域 業者提供裸湯 如果又無法保障顧客隱私 恐怕傷予受損 沒人敢炮 更可能吃上官司 台北市的和平高中 在十號晚間收到一則恐嚇留言 預告十六號將在學校穿堂 展開無差別恐怖攻擊 引發恐慌 還有學生因此不敢上課 校方緊急報警要揪出藏近人 而台北市刑大在今天也終於逮到了 立民的恐嚇者 根據瞭解 嫌犯是一名夜校的學生 公稱因為在學校人員不好 心情差 才會在網路上留言 發洩情緒 沒想到一碗茶碗針 竟然可以成為罵人的新用語 日前有壽司店的衝突 讓業者搭上熱潮 優惠廣告中 可以看到茶碗針大打出手 甚至手臂上的刺青 也都複製得一模一樣 民眾覺得好像有點像麵包超人 還有人喊說突然想吃茶碗針了 影片中藍色一副男子被另一方標罵 你看起來就像茶碗針 這起衝突事件在網路發酵 也讓業者搭上熱潮 推出兩百份免費茶碗針 只要留言標注朋友 就能參加茶碗針抽獎活動 此外 十月十六到十月二十號連續五天 原價六十元的海鮮茶碗針 特價五十元 連廣告也超有創意 只見兩個茶碗針面對面 已經大打出手 其中一個人物 手臂上甚至還有一條龍的刺青 但這茶碗針長得真的像人嗎 雙方火氣不小 甚至鬧到店外鬥毆 但到底怎麼樣的人 才能長得像茶碗針 把照片一轉 一片魚板 一顆扇貝 再加上香菇點綴 還真的有點像一張臉 民眾覺得當時眼鏡男的嘴巴 好像跟香菇有那麼點像 不過兩顆大眼睛 還真有點像戴著眼鏡 網友留言直呼 小編很會 行銷手法超派 突然想吃茶碗針了 你看起來就像茶碗針 莫名成為爆紅金句 有趣情節也讓網友全校翻意外掀起一股 茶碗針熱潮 記者於盛行 陳明軒台北報導 高雄有一名富人到美食賣場 買了一盒堅果餅乾 連吃三天越吃越奇怪 一開始吃起來有苦味 後來不但苦還很嗆辣 導致他舌頭發麻 他認為自己吃到發霉的堅果餅乾 向賣場反應之後只有一通電話就沒下文 富人懷疑發霉的堅果有黃麴毒素 毒性是氫化甲的十倍 那毒物專家也說光靠口感無法判定堅果有沒有發霉 必須要送眼確認 手上那起餅乾說上面的堅果中心發黑 是發霉的有問題 而且還不止一片 當事人控訴到美食賣場買了新款堅果餅乾 在社群PO文說9號買完 第一口吃到苦苦的當作是苦味堅果 回家裝進蜜蜂罐覺得吃到怪味堅果 連吃三天吃到一片 有強烈苦味還有嗆辣涼的刺痛感 舌頭口腔立刻麻痺 認為自己吃到發霉的堅果餅乾 民眾上網爬文發現堅果類的黃麴毒素 毒性是氫化甲的十倍 立刻要求賣場客服下架 對方說會瞭解處理 要他把沒吃的先丟掉 民眾疑惑 難道不用退貨嗎 直接到一通電話慰問就沒下文 看來被當成商品失誤 網友認為賣場點多是退錢 不用期待做什麼補償 太晚看到天文已經下肚了 送檢驗是賣場的責任吧 但也有人質疑 你聽過是發棉花生死掉的嗎 不要自己嚇自己 而且你怎麼知道是黃麴毒素 整個過程沒有檢驗也沒有通報衛生局 醫師強調吃了第一口覺得怪 就別繼續吃下去 也要檢驗才能確認堅果是否發霉 吃下去的感覺並不準確 最好尋求正常管道檢驗求證節 記者 葉振宇 林志惠 高雄報導 而這個看起來很確定就發霉了 花蓮的這個民眾到連鎖 早餐店買吐司回去給小孩吃 小朋友吃下肚才發現 這吐司竟然已經發霉 讓他氣得向衛生局投訴 而在基隆則是有一間國小出現十六名 學生有腹痛上吐下泄就醫 疑似是營養午餐釀貨 衛生局目前已經進入調查 吐司夾著雞蛋和肉排看起來相當美味 不過仔細一看 白色吐司邊緣 怎麼長出大塊綠色眉點 實在好傻眼 花蓮有民眾 假日一早來到連鎖早餐店 買了肉排吐司夾蛋 回家給小朋友吃 不過孩子僅僅吃了幾口就拒絕 爸爸接過手咬了一口發現 吐司上竟然全是發霉的霉菌 孩子都已經吃下肚 就怕會廚師 早餐店業者回應 目前已將這批麵包全數回收 不再販售 並且加強傾銷級教育訓練 希望避免類似情況再度發生 而在基隆某間國小 疑似也爆發食安危機 十三號晚上傳出有十六名學生 出現腹痛和上吐下泄症狀 嚇懷不少家長 趕緊帶孩子來醫院急診 衛生局一早就到學校查驗 食材 廚房環境都不放過 校長指出當天下午 僅有零星學生表示不舒服 並且有症狀學生 也沒有集中在同一班 巧合的是 十三號當天 基隆市府舉辦一國美食活動 市長謝國良帶領學生們 一同手做料理 到外界議論 是否與食物中毒有關 對此市府回應 調查當天參與活動的學生 均無身體不適症狀 教育處也強調 當天下午就有學生通報 腹痛 校方卻在早上才回報 明顯有疏失 究竟事發原因為何 還有帶衛生局檢驗釐清 記者綜合報導 好 食安問題真的很重要 但是現在有上萬公斤的美株 洗產地還被消費者吃下肚 衛福部卻說 這是沒有食安問題 只是標示不實 在野黨痛批 這就是硬拗不認錯 而續廠會說冷凍彈役 不用公開招標 也被工程會光速打臉 續廠會恐怕已經涉及違法 藍尾嗆聲說這檢調 還不調查嗎 進口上萬公斤的美株 被抓爆業者洗產地 變成了英國和加拿大株 還流入市面被消費者吃下肚 如今衛福部對此食安破口 卻是如此定義 不但不認真是洗產地 甚至堅持美株沒有食安問題 在黨痛批 政府官員 怎麼能絲毫不檢討 難道要吃壞肚子送進醫院 才叫食安問題嗎 衛福部長強辭奪理 死不認錯 全民沒有辦法接受 這分明就是自我催眠自己打臉自己 當初曾經這種陳時中 怎麼樣信誓旦旦的保證說 絕對百分之百源頭管理 如今徹底破工 難道衛福部農業部 還要拖面自乾自圓其說嗎 離譜的是 續產會還被抓爆 進口冷凍液彈 沒有公開交標 卻說因為是用自由資金 所以不用公開交標 但也被工程會打臉 說冷凍液彈 可不是生鮮食品 不能詭畢採購法 本關消費者把關的單位 卻接連爆出實案疑慮 立委持續究責 為何蔡政府 連最基本的實案 都無法守護 接著張老鵬 許光豪 SNG小組 臺北報導 台積電在今天舉行 員工的運動大會 董事長劉德英 送上大紅包 宣布臺灣員工 每人可以拿到 一點六萬元的特別獎金 創辦人張忠謀也談到 未來幾年 大環境競爭激烈 台積電的挑戰 會更加嚴峻 或許四年至少一樣嚴峻 也許更為嚴峻 全球化至少在半導體方面 已經是沒有完 自由貿易已經是沒有完 最重要的還是國家安全 好 我們可以聽到這個張忠謀提到說 未來的挑戰是越來越嚴峻 而且這個現場看起來 二三十年之後 政策調整 臺灣的優勢將會消失 而護國神山 臺積電還要發錢 因為董事長劉德英宣布 臺灣員工會拿到 一點六萬元的特別獎金 以基層超過五萬名 員工計算 估計要發出八億元 秋天是螃蟹盛產的季節 不管是紅蟳三點蟹 還是大雜蟹 現在吃最划算 老饕們好期待 但是吃螃蟹要注意幾點 像是螃蟹身上有四個 極寒的部位 記得要去掉 另外買螃蟹的時候 也可以暗暗腹部 恰恰蟹腳 越飽滿越紮實的 越進鮮 肥美螃蟹蟹蟹殼透紅出鍋 上桌 饕客們立刻大塊躲移 你看 盤牙Q 專業吃蟹先從蟹腳吃起 再去背殼 不要看到滿滿蟹膏蟹黃 就猴急想塞進嘴巴 這幾個地方也要去掉 大家都知道蟹腮不能吃 再來胃在下腹部的蟹腸 含蟹網中有個三角形中的蟹味 以及腹部中央六角形的蟹心 都是螃蟹最寒涼的部位 容易造成過敏跟腹蟹 9月到12月 是螃蟹的盛產季 秋蟹正肥 吃蟹相對划算 丹白蟹除了考慮價格 也要看它的活動力 按按腹部恰恰蟹腳 選擇飽滿堅持 而且重量沉重下墜的蟹肉比較多 想要滿滿蟹膏蟹黃的 則要看腹部的弧度 弧度越大越飽滿 其他沒人家 你不能吃冰 調好肥蟹帶回家 煮的時候可以搭配花雕或紹興酒 吃的時候配一些蒜頭薑末 或是紫蘇葉 吃完之後來上一杯薑茶 驅寒又暖胃 這韓星站警察台中 採訪報導 藍白和會前會在今天下午登場 經過三個小時的討論 侯科兩陣營都同意公開辯論 對於如何產生最強候選人 民眾黨主張五間民調 式化手機各半採對比式民調 國民黨則提出民主初選 在二十二縣市或是七十三個區域 立為選區設投票所由民意決定 最後到底用何種方式決定最強人選 以及產生時程 還要等下次會議再決定 藍白到底怎麼合兩陣營幕僚終於碰面 金普聰特別幫黃珊珊拉椅子 兩人更握手長達三十秒 展現藍白要合的決心 民眾黨提出的辯論跟民調主張 我們今天已經有準備我方的方案 血污的時程都非常緊 所以我也相信我們大家都不會浪費時間 雙方幕僚熟度面對面談合作 民眾黨堅持底線要辦辯論跟民調 柯文哲更喊出要當正的藍頹腹的 到底怎麼樣才能讓藍白河 找到勝利方程式 長達三小時馬拉松 梁振銀交換意見結果出爐 如何產生最強候選人 民眾黨說要五間民調公司 式化手機各辦 採對比式民調決定 國民黨則提出採開放式民主初選 在二十二縣市或七十三個區域立委選區 設投開票所還要簽下架民進黨政治理念 認同卡才能實名制投票 兩方也同意確認最強候選人方式產生後 參加三場由電視台主辦的辯論會 對兩項工作時程 民眾黨傾向決定後 十月三十一號前完成 國民黨則判十月五號到十號完成工作 確定了第一項之後呢 我們也同意雙方都舉行這個三場辯論 把這個會議紀錄帶回黨內進行討論 明天中午我會約好下一次開會的時間來 第一個項目能不能夠達成共識 來做一個最後的確認 侯柯兩陣營也就柯文哲提出的七大主張 以及侯友宜對政治體制改革四大主張進行討論 若最強人選出爐 另一方又該怎麼做 侯柯佩幕僚先碰完面就看雙方如何拋棄政治盤算 找出共識讓主帥面對面 把人民利益放在政黨利益前才能下架民進黨 接著楊潔 李宜選 SNG小組 臺北報導 二零二零大選時轟動一時的共諜案 當時向欣夫婦被指控介入大選 不但遭到檢調偵辦 還被限制出境 長達四年的時間 如今向欣夫婦或判無罪確定 陸委會竟然說 他們的聲明沒有一句怨言 在野黨怒轟 蔡政府簡直毫無人性 也懷疑共諜案 就是民進黨和檢調 為了延續政權共演的一出政治大戲 牽動二零一零年總統大選 轟動一時的王立強共諜案 來臺志產做醫美的向欣夫婦 不但被指控是大陸間諜 介入臺灣大選 檢調還以涉犯洗遷罪進行偵辦 限制出境長達三年多的時間 如今高等法院判決兩人無罪 而檢方放棄上訴 還給向欣夫婦清白 但名嘴痛批 整個判決過程 卻是如此荒謬 絕對是臺灣司法人權史上的大污點 檢察官所有的證據 除了王立強的胡說八道之外 沒有任何證據 結果先辦共諜案 共諜案辦不下去之後辦洗錢案 現在又因為民進黨修法的關係 他也不可能提出國賠 這個是踐踏人權到極致的東西 蔡黨就懷疑這起共諜案 只是民進黨想操作抗中寶臺 延續政權才自導自演的一出戲 就是荒謬荒唐至極 我覺得未來如果政黨輪替的話 要把這件事情查清楚 到底是誰在搞的鬼 誰在這出戲裡面是導演 是編劇 無端滯留 臺灣將近四年的時間 陸委會卻說向心夫婦沒有怨言 在黨怒轟 蔡政府到底怎麼好意思 說出這種話 說你是特務 說你洗錢 然後一千四百多千 都不如你走 將近四年 你都不會有怨言 你講些什麼話 人家這麼心甘情願 被你這樣虐待 真的是可惡 講這種話 一點人性都沒有 一點學性都沒有 名嘴抨擊 簡料把無辜的人 罗知罪名還不惜違反政權 亡顧司法 上演政治迫害大戲 強烈質疑 這只是為了配合執政黨 能勝選延續政權 記者 張大鴻 虛光好 SNG小組 台北報導 戀愛實境綜藝節目 設置了泳池關卡 讓男女主角是感情激增 不過主持人在一旁 火力全開 水槍狂噴 頻頻干擾 而白雲則是搖身一變成了月老 且看三女六男的感情會如何發展 戀愛實境秀這週來到泳池邊 進行遊戲環節 激增男女主角的感情 兩對滑水比速度 但一旁三位主持人 火力全開 拿著手中水槍瘋狂干擾 不料此時意外發生 你那個 我那個 他幫你撿水槍 然後你再噴他 而來到懲罰環節 陳茂贤英雄救美 不料卻被壯漢泡物線一丟 瞬間成了落水狗 鏡頭一轉 男主角執行月老秘密任務 我也會害羞耶 突如其來的脫衣任務 讓現場女孩羞紅臉 進哪裡 這堆子 等一下 雨雯姐 你是不是很想坐那裡 好激烈啊 戀愛實境節目 白雲這集化身月老 而民眾則是成為愛神 不知道究竟是成了 男女主角的神助攻 還是成了幫到忙的雷隊友 這三女六男的感情 會如何發展 實在讓人物理看花 今天台北綜合報導